这次我们也看到了 年底了来收成计单的时候呢 中国在去年和17个国家 提升了实质性的一个关系 不仅如此 2024继续的接力 刚刚提到的是王毅外长 现在这个李强总理 包括这个李强总理呢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因为之前大家都很期待 中欧贸易投资协定 但亮哥一直所讲的就是 中国要逐个的击破 也看到中国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再持续的来观察一下 李强总理来参加这个达沃斯论坛 更加重要的一些消息哦 目前来说呢 我们更加注意到的是 这一次呢 泽连斯基哦 据说也会参加 乌克兰方面上周就有敦促中国了 说中国你是需要参与 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的 所以外界的外交重点呢 可能都放在泽连斯基 是否在这一次的达沃斯论坛上面 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晤 同一时间我们来看到昨天有一条消息 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 适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 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访问俄罗斯了 两人甚至还没有会面啊 媒体立刻放出消息 俄罗斯说 总统普京再可预见的未来将访问朝鲜 俄罗斯计划在所有的领域和朝鲜发展伙伴关系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理解成是一个外交举动 可能它是涉及到了导弹战略合作的一种国际博弈了 结合李强总理是否会会见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可能性 我们来请亮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我觉得李强总理给我的感觉通常都是处理经济事务为主 那内政可能也有了 可是就是外交的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向来都是由王毅 还有习近平主席在处理 所以如果是见泽连斯基这么敏感的事情 那坦白讲目前你看到泽连斯基所提出来的这个 愿意跟俄罗斯的和谈的方案 那个完全不可行啊 对不对 他要全部撤军 那你要这个要谈什么呢 你我这个李强跟你见面也没有用啊 这个因为 泽连斯基如果要见中国那一定是 就是希望中方能够去 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一定是这种这种动机嘛 那你如果在一个双方的和谈方案 完全没有交集的可能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的一个见面坦白讲也没什么意义啦 说实在啦 这个而且我不认为李强 是处理俄乌战争俄乌谈判的 这个最重要的人事啊 我不认为啦 应该还是以王毅啦 甚至最近开始露脸的刘建超啊 也有可能啊 还有那个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也特别派去 俄乌的那一位代表啊 就特别去走动还有去欧洲各国 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外交 还有这个经济上的分工是蛮清楚的啦 就李强应该就是处理经济了啊 而且经济事务也蛮复杂的啊 那至于俄罗斯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他是一个回访 因为金正恩去了俄罗斯嘛 10月份 那个时候那个普京早就表示 他愿意回访啊 那基本上你也看到 这个这个朝鲜这个 好像就昨天还今天嘛 就射了这个超音速导弹啊 而且一射就成功啊 这个坦白说啊 这个没有摩北方大国在后面支持 我也难以想象 说实在啊 这个摩北方大国真的是帮助太多了啦 一下军事侦察卫星 这个一下可以射美国全境的洲际导弹 一下下又超音速导弹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摩北方大国啦 这个就直接讲俄罗斯啦 我认为俄罗斯已经想透了 他就认为说你美国啊 你在东方也用日本 韩国来搞我是不是 哦 那在欧洲那边用个北约来搞我是不是 那我我你以为我没有这玩意儿吗 所以你看他就去 全副武装白俄罗斯 那现在再过来 全副武装朝鲜 嗯 那北朝鲜跟这个白俄罗斯呢 以后俄罗斯就是借由他们 这两个兄弟小国来出手啊 因为大国不好出手你知道吗 大国出手一下就 这个大国直接就碰撞了 那这个对于市局的动荡太大 完全没有回旋空间啊 所以俄罗斯现在大概就 也学聪明啊 就是你有你的小国 比如说英国就是美国的小国吧 日本韩国都是嘛 那我也来弄我的小国啊 我让北朝鲜军事力量迅速壮大 看你怎么来搞我 你如果来搞我 我就透过北朝鲜也搞一点动作 因为北朝鲜讲了一句话 非常令人王位啊 他射了超高音速飞弹之后啊 他说我们没有针对周边国家 这这个是遥远的国家 这个你不要乱猜 他可能是针对 抹西方大国来的军舰啊 什么基地啦之类啦 反正你就看着办吧 因为基本上超高音速导弹的射击是难以阻止啊 那你也知道俄罗斯有匕首导弹嘛 所以这个匕首导弹还可以装核弹头呢 这个所以这个北朝鲜最近的军事技术的发展 实在是突飞猛进啊 因为这个难以想象啊 因为这个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啊 那他怎么以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立刻做到呢 神秘神秘大国的 北方神秘大国的影响 而且我认为北朝鲜最近玩外交 算玩得蛮成功的啦 就是说军事上啊 得到俄罗斯的力挺啊 然后呢经贸上 我的感觉中国跟朝鲜的合作也会开始谈啊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对隐形越来越也是越来越有意见了 所以有些事情就不找你了 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过嘛 图门江流域的开发 本来是中俄加上两韩的大家谈过的一个计划 那你隐形越这样搞 那就我们中俄潮就自己先搞 那至于韩国的话就看 这个今年第二季吧 中日韩三国高峰会 看会不会有一些进展 那王毅在去年11月丢出一个议题啦 其实这个议题蛮火爆的啦 就是我们中日韩要不要再来谈FTA啊 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也想到 CPTPP没有那么容易啦 那不如反正CPTPP对中国大陆来讲 最重要的国家就是日本跟韩国嘛 那我们三个国家自己来搞FTA 那CPTPP晚一点也无所谓啊 那如果真的日本韩国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卡在日本跟韩国 不是中国 因为以前文在寅是反日的嘛 所以他对日本韩国签FTA他有意见 那现在换上一个亲自的隐形越啊 那不是刚好吗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越来越聪明了啦 就说这个隐形越你跟朝鲜不好嘛 那我就把你们分开 这个屠门江流域的计划我们中俄朝自己来搞啊 那中日韩FTA呢 你现在跟日本没有矛盾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谈了啊 那中日韩FTA如果真的谈成啊 三妹你知道吗 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你知道吗 美国 台湾 哦对 难怪要等到大选之后才决定说 高工会 三妹我跟你讲啊 中日韩FTA一定是一个高度的FTA啦 所以开放度可能会高达95哦 那你想一想中日韩这三个国家 如果都得到关税优惠可以互相做生意 那重叠商品最多的就是台湾啊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 等于是给赖清德的一个重磅礼包啊 赖清德未免礼包也太多了吧 又有断交 又有这个中日韩FTA在等着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 可能这个时候影席越愿意接受 因为他想跟日本缓和关系嘛 那FTA是最实质的啊 似的 谢谢大家